啊 我有话要说 我在看你了 你不听我说 听我讲嘛 对啊 您有意见要发表吗 让我们一起进行大家谈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听AM1320德州中文台 我们在今天特别为大家安排的 一个非常特别的访问 我们在今天的大家谈 今天的这个单元 为朋友们邀请的是 现在正在竞选在 福变地区国会议员席次的 Sweet Kukani 请邀请他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邀请了 就是施惠伦博士 Helen Shee参加我们的节目 一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 来关心现在是 投票选举的重要时期 还没有投票的朋友们 今天是礼拜三了 early voting到礼拜五 再次的呼吁大家 一定要去投票 那么在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他们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呢 让现在在我们的选举当中的 亚裔的参选人 我们听听看他们 我们关注他们 而Sweet Kukani呢 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请他在今天的下面的时间 把他的证件和我们对他的一些 更深入的了解 带给我们的听众 两位你们好 欢迎参加我们的节目 早晨好 很高兴能够跟观众 有这个机会来沟通 介绍这个Sweet Kukani 他是我们 非常优秀的亚裔后赛人 并且同时得到了 最近最有飞望的 Hewson Chronicle的背书 是 好 Mr. Kukani 你早 欢迎参加 早安 早安 大家好 我叫Sweet Kukani 我很高兴来这边 我请大家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亚裔的国会语言 我会最一个在达州 我很高兴代表所有的亚裔人 哇 朋友们 你会不会觉得 我的这个 他的姓 他的last name 我是不是说错了 他是不是应该姓郭 还是姓别的 怎么会是Kukani 而居然讲的 这么样子 有这样子通顺的中文呢 这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问题哦 这是一个大家都有兴趣 知道的一个好奇 我想我们今天 很快的就要开始 下边的节目 重点第一个 我想先问一下 Hello Sweet 你的中文是怎么学来的 你是在去中文学校 Chinese School Sunday Saturday Chinese School 还是我们现在 我们就拜Google Online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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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学的 所以我 我 之前是美国外交官 所以从2004年到2009年 我在台北 居留 所以我在那边 学了中文 所以已经14年了 我没有讲中文 可是Helen 她帮助我 我帮助到中文 哇 朋友们 14年了 但是没有想到 14年来 这一个 Mr.Kukani 她的中文 当然我相信 Helen的帮助 一定很大 在现在 我们可以用 简单的中文 和Mr.Kukani 在这里一开始 先有一个沟通 一个了解 原来她因为 14年前 是外交官 怪不得 我们在她的简介上面 说她精通 六国语言 她担任外交官 多年 十多年 然后现在 回到我们德州 在福变地区 要把她的心力 她的心愿 贡献给 当地的民众 让大家 让德州 能够更好 所以我想 这是我们 很高兴 在今天 能够有机会 请她参加 我们的节目 好 另外的话 我们就看看 也许Mr.Kukani 你可以用中文 或者英文 回答都可以 我想问一下 就是 因为我们都是 就像你讲的 亚裔 我们希望 你能够顺利地 进入国会 成为在现在 第一个 亚裔的 国会议员 那么都是亚裔 但是呢 中国 Chinese 华裔跟亚裔 还是有某些 某些方面的 一些 不同 那么能不能 请你跟我们 稍微谈一下 就是 在这一个 中国的文化里边 你是怎么样子 就是 了解到 这个 华裔的文化 你是看电影呢 或者是 或者是说 你去在 高级里面 University 也study 这个Chinese Culture 中华文化呢 是怎么样子来 有更深的认识 我没有在大学 可是 我觉得 第一个 应该 吃 中饭 我觉得 中国菜 我 特别喜欢 吃中饭 因为 我喜欢 辣的 太好了 大家都选 吃中饭 大家都选 还有 我喜欢看 中国电影 可是 我不知道 你们认识 我最喜欢的电影 叫 无间道 是香港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无间道 哇 我们等会儿 朋友们 我们放手 等一下我们 结束之后 放这个歌 无间道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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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 还有 还有中国的 可是 我 我 我比较 喜欢 中国的 无间道 美国的 无间道 是 Mark 华尔伯 什么 可是 我觉得 中国的 比较 比较 有名 哇 这一会儿 我们要讲到 中华文化 这位朋友们会听到 他不但是 普通的中华文化 而且还深入 还有特别的喜好 他喜欢 四川菜 不好意思 本人是四川 成都人 所以我很高兴 你们知道 我去过 我去过 成都 还有 还有北京 上海 上港 对对 昆明 所以 我去过 好多 地方 在中国 你去的地方 比我还多呢 对 因为我还多 我还没去 昆明 你还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但是上海 成都 重庆 北京 我倒是去过 那我自己本身 是四川成都人 所以他喜欢吃辣的 我很同意 麻辣麻辣 对 以后有机会 我们明以时为天 他能够了解中华文化 我想朋友们刚听到了 因为喜欢吃中餐 喜欢吃中国菜 另外呢 看中国的电影 无间道 我想这是另外一种文化的熏陶 我们不能够说 娱乐 不是一个重要的文化 沟通交流的管道了 好 下面我们来谈一个比较 比较严肃的问题 因为现在是竞选 这个election的是非常hot 很紧张 很紧张的一个时间 那么我们会在电视上 会在媒体当中 看到很多很多的广告 或者我们说这个竞选的宣传 这一些宣传里边 有正面的 有负面的 有positive 有negative方面 有彼此攻击对方的 那么不能够否认的 我们会看到 不少的negative的 对就是一些negative 对于Mr. Kukani 对于你的攻击 对于你的这一个批评 那么在电视上 我们只能够看得到 这个竞选广告 竞选的候选人 没有机会有任何的答辩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 我想请Mr. Kukani 能够谈一下 就是对于在现在的 一些negative的电视的广告 还有这些竞选的宣传 你对于 我相信你对于这一些issues 你很知道 能不能请你 你为你自己做一个答辩 为你自己来澄清 来说明好不好 好 我可以用英文这些 好 in political season it is normal to have lots of negative attacks this is the way that politics is done unfortunately and the top two attacks that have been put out in the media or on advertisement one is that I was arrested the truth is I was arrested but it was when I was a teenager so we have to be clear about this and incidentally my opponent Troy Nils the sheriff was also arrested as a teenager but unlike him I never made any false statements about this arrest I was actually never convicted so those statements are false the case was dismissed but the truth is the incident happened 22 years ago when I was taking care of my father he was dying of cancer I had to drop out of University of Texas to take care of him full time my family was on the point of bankruptcy and so while I was able to make it through this difficult time with my family and I was able to go on to University of Texa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work in the Senate and become a not everybody is able to do that but my life wasn't ruined by one mistake others aren't so lucky so I'm fighting now to ensure that A no one has to go bankrupt again because of medical bills and B that we have true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so that young people will alway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a better life for themselves 好 我想 那么请 Helen 那么 Helen 现在是你的机会 发言了 帮我翻一下吧 对 我来 对 我根据 属于康尼的 这个英文 给大家解释一下 她刚才在说呢 就是在竞选 尤其是竞选 白人化的时候呢 两边的政治攻击呢 尤其是 我们现在收到了 很多从竞争对手呢 方面来的 非常负面的 这个政治的攻击 和人身 包括甚至是 人身攻击 那这个呢 就是要提醒 大家注意一下 不一定所有的 那个攻击呢 都是正确的 或者是 fact based 对吧 那属于呢 刚才解释 就是她在 十几岁的时候呢 家里呢 出过一个 比较困难的时期 因为那时候呢 她在上高中 就好像是要 考大学这个期间呢 她的父亲 后来得了癌症 那家里呢 就非常困难 那母亲呢 要 他们家有四个孩子 他们要一起 渡过这个难关 那当时呢 由于这个癌症治疗 大家也知道 现在这个癌症治疗 和医学的这个费用 都是非常高的 对吧 那家里呢 甚至是 差一点破产 那在那个最困难的时期呢 那个时候呢 要照顾父亲 还要帮助母亲 还要带这个弟弟 三个弟弟妹妹 因为她在家里是长子 所以了 为了这个家庭的付出呢 那当时呢 她有一段 就是非常 非常抑郁 或者是说 这个 非常困难的时期 大家都有这个 非常挑战的时期 很艰难 那那个她呢 那在那个时间呢 曾经有过一次 被这个arrest 被这个警察 这个arrest 这个record 但是后来呢 这个事实上 这个没有立案 就被这个撤销了 因为那时候 她才18岁嘛 对 那个 所以她 由这个经历呢 她也深刻的体会到 就是 那我们整个司法 和刑事的这个过程 对吧 那对这个家庭的 这个困难的孩子呢 事实上有很多 不公平的地方 有很多人呢 因为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呢 毁了他们一生 对吧 那幸好呢 所以呢 她自己有个人的努力 和自然的 个人的觉醒 那我们在 青少年时期 都会走过一段弯路 那她自己呢 是从这个 困难和弯路当中 自我奋斗出来 后来呢 她帮助三个弟弟妹妹 都进入同校 自己呢 是在UTL型毕业之后呢 她被选中 进入美国的这个 外交部 后来做外交官 那这段经历呢 是很特殊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很多人 都能够通过 这个美国的安全检查 对吧 背景调查 能够进入外交班 当这个外交官的 这个经历 但是同时呢 那我们这位对手呢 实际上她在 青少年时期呢 年轻的时候 也有被 被这个 被逮捕 被逮捕 她也有被逮捕的记录 对 但是呢 这位对手呢 她是 从来没有 真正的面对这个 而且呢 还用这个 谎言遮掩 那所以呢 她从一开始精选 她就把这件事情 把坦白 而且很清清楚楚的 跟大家解释 这个整个的过程 所以呢 这个是 属于的一段 非常特殊的经历吧 所以说是一个个人的 从困难当中 自我的 自我分道出来的 这么一段 特殊的经历 是 所以朋友们 刚才在 这个 Yes 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 一个指控 是 The second one is that they have attacked us saying that I want a government takeover of health care and I want to close 30 rural hospitals this is also completely false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we are endorsed by the 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 the American Nurses Association every Physicians Association here we're fighting to strengthen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create a public option lower prescription drug prices and expand access to health care which did not happen in Texas because the governor didn't expand Medicaid our opponent he supports the current lawsuit to strike down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which will be heard next week after the election and will eliminate coverage for pre-existing conditions and threaten the health care of millions of people who have pre-existing conditions like diabetes like heart disease like coronavirus 650,000 Texans have already lost their health care this year we have the second most number of cases and second most number of deaths from coronavirus all of these people now are at risk of losing their health care because of what my opponent supports in short we have been fighting for three years to protect the health care of our entire community Troy Nils is fighting to sue to take away health care from people OK 好 谈到了健康保险 医疗保险 就是大家现在 关心关心关心 再关心的事情 所以Helen 这个很重要 请你来分析 请你把它 刚才 所以这个说明 告诉我们的听众吧 刚才谁在解释 就是他说到 第二个攻击呢 就是在讲 说他是要搞 社会主义 并且这个 医疗的问题 对吧 好像是社会主义 医疗化的一样的 其实这个攻击 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为什么呢 因为谁呢 他尤其是在 COVID的这个阶段 他是非常希望 就是我们大众 都能够有这个 可负担的 affordable的 这个医疗保险 因为这个 对我们每个 每个家庭都很重要 并且呢 他是希望 在这个乡村 和偏远的地方 大家呢 大众都可以有 可以负担 并且可以 有很好的 医疗保险的保证 这个跟社会主义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另外一个呢 就是 所以呢 在竞选 这个三年之中呢 一直呢 把这个 healthcare 这个医疗保险 作为他非常 首要的任务 因为他知道呢 我们德州呢 现在状况 非常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德州 一直是希望 把medicaid 把它取消 这个呢 会影响到 很多大众的情况 医疗保险 对 然后呢 他是在 刚才在讲的 就是62万 德州的百姓呢 现在都没有 medicaid 这个 access 并且呢 现在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呢 有的观众 可能不晓得 那我们在 这个选举之后的 一个星期 现在是在 法庭呢 现在正在打这个 官司 就是呢 Republican 就是共和党一方的 希望呢 把这个Obamacare 就是FootballCare 把它撤除下去 这样呢 会影响到 更多百姓 全国的百姓 都会受到影响 那没有这个 可负担的 医疗保险呢 我们每个人 每个家都会都 尤其是在这个 疫情的影响之下 对吧 会受到非常多的困难 这个呢 是属于 一直要坚持 为大众服务 和为大众 这个争取这个权益 他所做的努力 但是我们那个 竞争对手呢 他呢 一直呢 就是想把这个 医疗保险 把它撤除下去 所以这是 对大家来讲 是非常危险 需要非常关注的 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支持属于来竞选呢 就是希望 给更多的百姓 和大众带来福利 和这个医疗保险的保障 是的 而且呢 我想刚才在 所以的这一个 谈话当中啊 他也特别提到 这个在健康保险 医疗保险方面 如果这个保险 把你曾经得过的病 列为巨保的项目 这是任何一个受保人 都不愿意看到的 尤其在现在 包括了心脏病 糖尿病 那么普遍的情形下 如果把这些病 列为巨保的病例 他保你的健康保险 但是这些病 他不保 因为你曾经有过 或你已经有了 那么这样子的健康保险 医疗保险 对我们来说 那限制太多 真正的保障却太少 在这一方面 这是Sway在刚才特别强调 他要反对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要为大家争取 在这一方面的保险 医疗方面保险的 更完善 更全面的 真正的保障 好我想我们在这里 接下来的话 下边一个问题 想和Sway来讨论一下 因为现在Sway 我们知道你要进入国会 到Congress去 那么每一次 大家在竞选的时候 Candidates都有 a lot of plans 我的topic one two three four 这个plans one two three four 那么多 但是一旦进入了 国会了以后 或者说当选之后 我们选民常常都不记得 这一些东西 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解释 那么Sway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大家 如果要我们支持你 在你进入国会之后 我们要如何来 你会做的 你会表现出来 会做出来的 最重要的成绩 最重要的是什么 So the As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Healthcare obviously has a central importance to everything and the coronavirus the pandemic is absolutely the most important challenge we're facing and it doesn't just affect our health it affects our economy it affects our children's education right now kids who cannot go to school properly so we must get the coronavirus under control and so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are actually wearing masks and so leaders who don't wear masks themselves or like our opponent who has said that mas requirements are communist and un-american they are actually doing harm to our community because if people don't wear masks they can spread it to the community they can spread it to our fellow citizens and especially to our family members like my mother who's 68 years old and lives with me so first we have to we have to encourage people to wear masks across the board secondly we have to get that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including masks including gloves not only to hospitals but also to anybody who interacts with the public so nurses in rural clinics people who are who do service industries but especially teachers who sometimes now are being asked to buy their own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in order to make the classroom safe we have to have enough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for everyone to control the virus and then we have to have rapid testing not testing that comes back in 7 to 10 days because if you are a worker and you don't know if you're infected for those 7 to 10 days you cannot go back to work we have to have rapid testing like in hospitals where we can get back test results the same day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ll be able to get back to normal we'll be able to open our doors but then once we get the virus under control we need to provide targeted relief to those industries that have been hit the hardest for example retail owners with small shops for example people who own restaurants many of whom ar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y need relief if you are a small business owner then if you have loans it is hard to get that loan forgiveness there's so much bureaucracy and red tape the banks have told me this is a big problem so we need to have loan forgiveness for those small loans so that those shop owners can get their businesses up and running again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lso should give them startup tax credits so they can scale back up to normal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re going to get back to normal which is what everybody wants for our businesses es especially small businesses entrepreneurs and and for our school so that our children can start going back to school normally all of these things will only happen if we believe in science and right now we have people who don't believe in science so we have to make this the top priority ok 好 那么hellen 就要麻烦你把 这个所以刚才的 这个分析啊 她的答辩 重点的告诉我们 听众好吗 对 yeah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 就是 属于呢 她是对这个 health care 就是医疗保险 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呢 她这个health care 的这个plan呢 是她的首要的任务 尤其是在我们 covid的疫情之下 并且呢 她得到了 美国的医院的协会 护士协会 和医生协会 各大health care 有关系的 全国协会的 组织的背书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也证明了 她对health care 的责任 和她的重视 同时呢 她认为在 疫情当下呢 疫情呢 不但是影响 我们的这个health care 和我们的健康 并且呢 大家也可能知道 它在影响 我们整个的 全美国的经济 甚至全世界的经济 是 我们这个就业情况 尤其是对教育 我们大家对 包括老师和学校 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和危机状态 对吧 如果我们不重视 科学来 对治疫情的话呢 那我们后的孩子们的教育 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那这个控制过程当中 也是属于在提醒大家 就是要戴口罩 这个戴口罩 并不是一个 很复杂的事情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能够变成 这么复杂的一个政治化呢 那全世界呢 都对我们现在美国的情况 感到非常的惊讶 对吧 事实上 争争的对手呢 他们一直把这个 戴口罩 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变成一个政治手段 来作为攻击 并且呢 他们曾经 说这个戴口罩 这个戴口罩 好像是跟这个 共产主义 也有关系一样的 对吧 这个都是 事实上是 五中生有的一些指控 另外的我想 除了这一些之外的话 所以也特别谈到了 像是教育工作者 现在有老师说 被要求 他们不要自己提供 自己购买 他们自己的防护措施 那么当然 也像刚才 海伦也提到了 像所以讲到 这个 现在的影响 不光是 我们个人 是整个家庭 整个社会 经济都受到影响 那么未来我们如何检测 我们这个COVID-19 现在说等七天 等十天 等到我七天 十天 正是东西出来的时候 已经 too late 也希望在未来 可以变成24小时之内 当天可以知道结果 还有一些 请Helen补充一下吧 她刚才还在 终点提到 就是关于 这个small business 就是小商业 因为我们华裔的 这个小商业很多 对吧 包括我们 刚才我们在讲说 我们美食文化餐馆 对这个零售店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商业和生意 疫情当中都受到很大影响 刚才她也在提到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这个red tape 申请手续很复杂 所以她希望能够 国会给小商业和我们就业的机会 提供更多的援助 并且包括就是把现有的loan 我们的贷款能够把它取消 能够给更多的小商业和有经济困难的 那个提供这个就业的机会 对吧 有救援的这个方法 还有比如说免税 给小商业免税 这些呢 都是她在她的网页上 已经写得很清楚 并且她的网页是有全文的中文翻译 对 是 好 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最后就要想 因为投票投票嘛 我们总要知道 在哪找到她 在选票上怎么找 在前头在中间 在怎么样子看 对 她在讲就是在 在你们选票的第三位 在这个总统和整个德州参议员 Senator下面 就是你们的国会的这个位置 对第三个选项 那是US Representative District 22 第二十二国会选区 那她的名字 在选票上的写法呢 是Swee Preston 然后她的last name 是Kukarni KUL 那她名字和名 还有个D 代表的是她从民主党 Democrat的方面来精神 好 最简单的是Sree 跟Sree Lanka一样 对 对 我们中文翻译就是Sreed 她的叫法就是Sreed Sreed Sreed S-R-I 朋友们S-R-I 非常容易记 Sreed 以拼音来讲 S就是S 然后R-I就是R-I 所以S 对 所以她这个网页也很好记 就是S-R-I 2020.com 没有中文翻译 欢迎大家参加 好 谢谢Helen 哇 时间过得很快啊 我们和Mr.Kukarni 和Helen 在今天的这一个特别的节目 看看时间 得要在这暂时告一段落了 结束以前 Sree 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再讲几句中文吧 我们希望你能够顺利的进入国会 成为第一位亚裔国会议员代表我们 最后再请Sree 讲几句中文 跟我们的听众 我请大家投票 因为我很想代表你们 可是 你们应该用你的选票 说话 好 非常有力啊 朋友们 用你们的选票说话 然后让我们在美国的国会里边 有一席 现在可以有亚裔的国会议员 好 再一次的谢谢他们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Sree 也谢谢Helen 谢谢你们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Pam 希望大家都能出来投票 对 好 投票周五结束 OK 谢谢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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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